79岁的环保志愿者施燕文 从2009年开始 义务创作环保科普漫画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十多年 施燕文义务创作了大量环保漫画 自费举办上百次展览 8月27号 记者在河北市家庄的一间老师平房里 见到了施燕文 他正在进行垃圾分类的漫画创作 搞这个环保生态活动 需要很多的知识 从我们来说 我们脑子里可以说是空白的 为了取得更多的知识 我们和很多有关的机关 有关的科研部门 尽量地向他们去求教 还有到大学里 像我们那个画鸟的时候 广北京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 我们就去了三趟 施燕文所说的画鸟 是他从事环保工艺绘画之路的第一步 施燕文与十几个画工笔画的朋友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画了200幅鸟类的工笔画 施燕文还给每张鸟类工笔画 配上鸟类的科名 鸟名 语色 深长 生活习性 保护级别和在全球的分布图等相关资料 第一个作品就搞了一个题目为与大前世界共鸣的爱鸟虎鸟这么一个画展 我们将全世界28目176颗9000多种鸟每一个颗选出一种来我们画了将近200种鸟 2011年这个画展在当地巡回展出100多场 首次工艺术画展的成功举办 让施燕文有了更多的想法 他开始筹备更丰富的工艺宣传环保题材 近十年 施燕文先后创作了新环保法漫画解读 生态文明三字经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等一系列漫画读本 比如说咱们国家出台的 化经保护法 我们从新闻媒体上知道这消息以后 马上进行创作 我们先把这个条文柱条的吃透 理解透 再想怎么去画 大概我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 这也是我们第一个涉及到法律法规的画册 提及为何用漫画的形式宣传生态保护 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施燕文表示漫画画作诙谐有趣 有强大的说服力 让人发笑的同时也引人深思 在他工艺办展的十多年里 有越来越多热爱环抱的志愿者参与了进来 今年自己已经79岁了 马上就是80后了 是吧 只要能够拿动了画笔 能够行动 我这个创作就不停步 就要继续画下去 实现自己感到老的这个决心 周本甑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